临近冰雪地区的北欧呢 由于人口稀少 不但蕴含了比较少被人破坏的 这个丰富自然景观之外呢 同时也有非常奇特的 也壮丽的峡湾地形 今天的绕着地球跑单元呢 我们要特别为您介绍的是 非常美丽的北欧四国 以及延伸的俄罗斯之旅 谢谢主播 欢迎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 绕着地球跑这个单元哦 那今天呢 我们要特别带大家去看这个北欧四国 以及非常特殊的这个峡湾风景哦 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就请Michael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呢 整个北欧的地形呢 因为接近北极 所以早期由冰河切割所形成 到至今所看到的景观呢 是高山跟悬崖 再加上呢 整个瀑布处处 就形成一副三明水绣 山高水长 水面平静的这种和平安详的景色 但是呢 那中间又点缀了一些 北欧式的建筑 这种存落风景 那在峡湾里面又可以体会到 整个大自然的奇观 那除了这个特殊的峡湾风景以外 我们都知道这个挪威 同时也是这个滑雪圣地哦 那为什么挪威是个滑雪圣地呢 我们现在就请Michael为我们说明一下 整个挪威呢 它也是整个北欧国家里面呢 峡湾风景最漂亮的 那当然呢也是非常的高山 多的高山 那整个高山呢 它的地理位置就把它规划成很多的滑雪的这个场地 那因为呢 冬季这个积雪够多 那整个场地呢 以滑雪跳跃台为特殊 所以在奥斯陆 也就是挪威的这个首都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滑雪圣地场地 还有它有个特别的市政厅 那唯一的诺贝尔奖颁奖的地方 也就是和平奖 特别就是在挪威奥斯陆的市政厅里面举行 那当然啦 去这个挪威看这个风景以外呢 要欣赏壮丽的这个峡湾风景 绝对不能错过 要站在一小棵的石头上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我们也请Michael跟我们来说一下 整个峡湾呢 这个高山的非常的高 那它有一处的风景 就是在一块非常巨大的岩石上 然后呢中间因为这个地壳的变动呢 刚好一个小石头夹在两个大石头缝当中 这个画面呢非常的惊险 也是目前非常热门的一个峡湾观光景点 那么顺着这个北欧四国啊 我们接下来就要到丹麦 丹麦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我们也请Michael为我们说一下 其实丹麦呢 它的首都是哥本哈根 那哥本哈根呢 坦白讲我们说它是一个玩具王国 当然就是跟安徒生同化 非常的有关系 除了你看到它的市政建筑 还有皇宫以外 当然美人与这个铜雕像 在港湾边也是所有的游客 必去参观的地方 那除了感受这个童话故事之外呢 我们下一站呢就是到这个瑞典哦 那瑞典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们也请Michael说一下 其实呢 瑞典呢在北欧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富有 而且先进的国家 那它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呢 因为地形的关系 临着波罗的海 那它称为北欧威尼斯之称 因为它有14个岛屿 用很多特殊的这个景观的桥梁来连接 那老城区呢 又有很多中世纪的建筑 所以整个城市就非常有古色古香的味道 提到斯德哥尔摩 大家一定知道诺贝尔奖颁奖的地方 每一年诺贝尔奖就在 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来颁奖 好了谢谢Michael 除了上面的这个北欧四国之外呢 事实上我们到北欧呢 还可以怎么样的延伸来玩呢 我们现在也特别请Michael来为我们说明 到了北欧就非常接近俄罗斯了 一般呢 到俄罗斯的话 我们会去两个地方 像圣彼得堡非常有名 以前沙皇留下了一些皇宫 还有博物馆 当然呢 这个夏宫 尤其是夏天的皇宫 在这个 整个喷泉的衬托之下 金碧辉煌 因为很多的雕像 肚子金 皇宫里面 一千个这个房间呢 也不属于西欧的一些 著名的皇宫 那除此之外 圣彼得堡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博物馆 叫尹氏博物馆 这也是当今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好的谢谢Michael 经过Michael这么详细的说明呢 大家一定对这个北欧四国 也就是丹麦 瑞典 挪威 芬兰有个非常详细的了解 那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 要去看这个峡湾地形 还可以顺到这个滑雪 以及看东正教 还有这个千万不能错过的影视博物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绕着地球跑的单元 现在把现场交换给棚妹 现在把现场交换给棚妹